消息傳出後 一些美國民權機構和民間組織 對這種不民主的做法提出批評 三藩市地鐵公司表示 撤斷手機通訊屬於合法行動 因為當地有法律規定 嚴禁在地鐵、月台或車廂內 舉行任何的示威活動 7月3日 三藩市地鐵的警察開槍射擊一名 叫做希兒的男子 理由是懷疑希兒想遲到襲警 7月11日 一些人就在三藩市地鐵 完線的高峰時段舉行抗議活動 嚴重影響地鐵的正常運作 幾個人因此被拘捕